卢干斯克武装29号称 卢干斯克武装人员在俄军的火力支援下 突入乌军防线并击退守军 控制了北斗涅茨克的一处据点 另据俄媒消息报报道 卢干斯克武装透露 为防止攻入市区 乌军在通往市区的路上埋设了地雷 卢干斯克武装人员正在进行排雷工作 28号 俄罗斯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 曾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俄军已经控制北斗涅茨克 对此 乌克兰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 谢尔盖盖带29号回应说 北斗涅茨克仍处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他说 俄罗斯军队在北斗涅茨克 东北郊的和平酒店建立阵地 但无法向城市纵深推进 另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 俄军继续使用火炮以及火箭弹 打击乌军在北斗涅茨克的阵地 此外 为加强对东北郊的控制 俄军曾向市中心发起突袭行动 29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主任 米哈伊尔·米采金夫上将表示 乌克兰武装分子准备使用有毒物质 发动挑衅 栽赃俄罗斯武装部队 并且没有疏散民众 外国新闻机构记者已经身在苏媒 等待拍摄照片和视频 米金采夫还提醒西方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基辅计划于近期散播其导演的 有关俄罗斯暴行的假消息 此外 北约国家也在不断提高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波兰公共广播电台29号 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波兰已经向乌克兰移交了18门 克莱伯自行榴弹炮 同时 波兰还培训了大约100名 乌克兰炮兵来操作这些榴弹炮 路透社的报道 该型榴弹炮最大射程为40公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